曾女士的态度十分明确 丈夫如果不做出改变 她只有选择结束这段婚姻 曾女士说 走到这一步 关键还是看刘先生能否革新观念 那么这场婚姻危机该如何化解 金牌调解团队的调解员和观察员们 对此会发表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我想对这个先生说两句 其实你的妻子这十几年来一直是非常好的 为家庭抚养两个孩子 然后照顾你的父母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那为什么她现在有这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她说的一点非常好 她要活出自我 她为家庭做牺牲 然后你也为家庭做牺牲 但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表达 然后在情感上又没有得到你的满足 她说了一句话 那你既然不能满足 那我只好满足我自己了 她不想像以前那样依赖你了 不想那样牺牲了 不想那样没有自我了 真的好痛苦好压抑 她想追求跟你一种平等的状态 尤其是她到了杭州 见到那个圈子 见到那个世界 她看到那么多人都没有为家庭做牺牲 活得非常好 这个对东西对她是有刺激的 她想求得你们夫妻关系的一种平等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不是要去否定她这种平等 而是接受她这种平等的变化 不指责 不否定 不攻击 今天我们在场上听到曾女士的那一句 如果她再不改的话 我就要跟她离婚 这样的一句我要跟她离婚 可能是我在金牌调解现场听到的最多情的一句 我要跟她离婚 因为真的很像一个可爱的女生 很娇称的那种样子 我不知道她的这种可爱和娇称 究竟刘先生在你的眼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 所以她这是要来跟你离婚吗 所有我们场上的观察员 听到她那样可爱的一句话 都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想干嘛 她就是要使尽浑身的解数 来引起你的关注 得到你的注意认可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好 她的这样的一句话 背后的用意的话 你可能就会不断地去误解她 然后也会不断地 给自己去制造一些麻烦 虽然说你是有很大的负担 有这个房屋的债务啊 还有孩子要负担 负担很重 生活必须要一分一分钱的算着过 对 你已经习惯了那种日子 是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已经收入过万了 你的收入在变 消费的方式一直没有变过 当你的妻子突然间 她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觉得受不了了 你觉得不正常了 然后你开始担心了 对不对 当她开始买衣服的时候 你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花钱呢 你再这样花下去 怎么得了 然后就开始要去说她 是 你现在有债务 有很重的负担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有多少人身上 是没有被债务的 买房 谁身上没有个房贷啊 那么是不是有了 债了 我们就必须要生活得苦哈哈的 那当下的生活怎么办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 过得有滋有味 有情趣呢 这些东西一定是跟钱有关的吗 我想这也是你的妻子 很想找到的 关于生活的乐趣 究竟你妻子想要什么 她是真的想要花钱吗 不是 她是想把日子过得美美的 有些美不一定是要用钱去换的 很有可能只是你 懂得欣赏的一句话 懂得关怀的一句话 或者对她的这种撒娇 稍微包容一点的心态 就可以了 这只会帮你省钱 明白吗 今天我们很多的老师都在强调一点 说刘先生不懂女人心呢 作为曾女士 您也一点不懂 您身边的这个男人 她的心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赏 她表达的那颗心 曾女士 您就像一个刁蛮任性的小公主 一次一次的 去用一些 你自己觉得正确无比 得意洋洋的一些方式 去刺激丈夫 验证她的爱 其实每个女人 无论多大年纪 女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公主 都住着一个小女孩 有时候 她偶尔的流露出来 会让你显得更加可爱 帅真 但是 如果你去挥霍无度地去滥用这个形象的话 在我看来叫做不得体 是我直言你的内心世界稍微单薄了一些 你总是在不断地用钱 用物质 去考验她对你是否深爱 而这种状态 如果总是在不断地呈现 不断地重复 别人会害怕的 会落荒而逃的 会受不了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恨恨地在说 我的丈夫居然她还会自虐 他又不敢对你下手 他无法去挥起对你砸下的拳头 他只能转向砸向自己 你无法理解一个男人崩溃 无助 抓狂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会去自虐 你要他下跪 他也下跪了 我不认为你这样的一些调教 是明智的 事情都做了 就是讲这个问题 在讲的方面出了问题 两位我都要批评 刘先生说了很多不尊重的话 这三个字 人家泽女士是说了很多的 泽女士呢 少说了一些话 最缺的是什么话 理解的话 你看到了他对你的小气 其实是对钱的小气 你看到了他 有时候不照顾你 为了省一点钱 半个小时就跑 但是 你也应该看到 他也是 针对钱 省钱 当然你会很生气 你就说出了那一种话 那钱和我谁重要啊 关键在这里 你作为妻子 你当然可以说出你 这些委屈的感受 但是你也要去看一看 这个丈夫 他省下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他会不会舍得在自己 他自己身上 那么三五千都花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说明 他就是会加什么钱 对吧 其实你们在讲这个事情 我就在心里的暗暗的叹子 就是彼此可能都不太懂对 所以 说了不该说的 也少说了该说的 刘先生要是懂自己的妻子 人家在家里面一个人 尤其是他的价值 这种感觉 不断地下降 来到这个杭州这么大的地方 他站在街头 他心里会感慨 我的青春到哪里去了 我的梦想到哪里去了 我的美到哪里去了 他有感慨 所以你们家的事情 就是不复杂 但是挺磨人的 需要我们在中间来 帮你们穿着